大家好 今天是4月11日 星期一 市经过上星期四、星期五、两天反复之后 由于当日指数已经走在10天线下收市 所以记律上已经转弱了 有些人留言说 我今天打到昨天的我 其实从来没有打到昨天的我 为什么呢? 因为月初的市是先低后高 便先低后高 3月15日的市是反弹市 反弹市便向上找高位 其实有不少人在反弹市当中是找到钱的 到后期高位没有成交 接着市逆转向下 从而跌转到10天线 大家要小心 不可能经常拿着两个星期前的分析 放到现在这分钟 就说我今天是打到昨天的我 这个说法实在太过断章随遇 太过武断 股市日日分析都不同 今天见到七百多点 所以技术上、形态上已经是转弱 稍后我会继续分析 好了 先看看指数 早市低后184点到21,688 刚才提到最低位 21,132是什么回事 第一 今园指数是由1号的低位 本来是由21,558 升到4号的高位 22,523 但经过今天的下跌 最低是21,132 即是市是由4号的高位 跌到11号的低位 是一个先高后低 如果熟悉波幅理论的人 应该明白我所说 今月的市暂时的波幅 跌到1,391点 再说 由于指数已经跌出了 20天平均移动线 即是这一刻指数 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但技术上 形态上是属于一个反复肉舌底的格局 大家要留意 为何这么说 因为3月17日当日大市的上升 是遗留了一个很大型的上升跌后 是介乎20,120到20,786点 这666点上升跌后 一直摆着在远空等保 何时保 是无人知道 但既然现在的指数跌穿了10天 跌穿了20天线 有机会会补补上升跌口 最低限度是会触及上升跌口的顶部 所以任何短炒人士都要保守 千万不要急 再看看整个反弹 由3月15日的18,235点 去到最高指数 就是4月4日的22,523点 一共反弹了4,288点 假设要回调升幅的三分之一 就是14,000点 也会有机会碰到 刚才我所说的上升跌后的顶部 即是说这一分钟 最好暂时按兵不动 大家不要急 不要用 当然知道 另一个看法 18,235点 如果是整个跌浪的左脚 说了很多次了 市场有机会出现 不找一只右脚 右脚在哪里 真是没人会知道 因为俄乌局势紧张 美国加息的部分 会加快提前缩表 加上内地疫情 也会突然升温 总的来说 不明的因素 是渐渐渐渐渐渐增加的 所以这个会加大了大市回调的部分 和深度 技术上来说 也已经转差 所以暂时最好留住现金在手 安兵不动 如果真的要买的 作一个中线 我觉得都是买高息的股份 防守性比较强的股份 比较好 不过有个心理准备 他们都会受到大市气氛所理 略为反复大远 至于汽车股 或者是一些新经济股 暂时来说 炒族的生态就保守少少少了 因为股价一旦在高台有少少反复 意味着这一阵的升势 这个反弹的势头 可能暂时已经止暴了 既然是这样的 这部顺风车就无论再上了 请免等等观望就比较好一点 好了 收集分析就回到这里 大家好 今天是十月十一 星期一 故事经过上个星期四 跟星期五的反复之后 其实当天来说 指数是走在时间上以下的 到今天 指数在进入下 而且跌下了二十天线 等一下再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点 恒生指数先低开一百八十四点到 两万一千六百八十八点 往后 在固压一点一点出现之下 指数不断的往下走 直到下午三点四十分左右 指数今天最低见过 两万一千一百三十二点 等于说在结分中 指数相对上个星期五来说 是回调七百四十点 而经过今天的下调四号 第一 这个月已经成为一个先高后低 因为指数是从四号的高位 两万两千五百二十三点 微调到今天十一号的低位 两万一千一百三十二点 等于说 这个月的波幅已经有一千三百九十一点 可是现在才是十一 四月十一号 这个月还有很多很多个交易天 要是指数没有办法往上稍微回升到二十跟十天省 以上的话 我觉得更低指数应该可能还是在后面 第二 刚才我提到指数已经进入跌准二十天省 等于说 现在的很真实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下的 当然 这个走势一看起来就是不断往下寻找低位的状态 现在看起来股市比较具防守生的支持 本来是就是二十天省已经失守了 再往下看 大家要留意 3月17号当天股市先高开一千三百多点 最好是收在两万一千五百零一点的 记得啊 而且当天是遗留下很大型的上升的雷口 从两万零一百二十点到两万零七百八十六点 这个六百六十六点的上升雷口 放在两万点左右水平 基本上一点都不太理想的 尤其是现在股市从两万两千五百二十三点回调 很容易 要是有一些不明的因素出现的话 的确是稍微会回补这个雷口 变成来说 现在最好还是暗并不动 当然 不少股份从高台已经回调不少了 要是抱着一个投机的心态 觉得啊 这个反弹已经经过了四千两百八十八点的反弹 现在只是一个正常的消化 可以买一点点 这个我没意见 买一手 买两手 稍微是轻轻的布局 我觉得风险是有 应该不大 可是要是说手楼上的现金已经不多 再把它投放进去 那这个动作就很危险 因为股市要是真的要回补 刚才我提到的双生的热口了 起码还有八百点到一千点的下调 那这样子看起来 大家是不是应该稍微保留现金 先看一看未来的几天 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才做一个布局 那就比较好 说真的 真的是要买的话 还是买一些派送利息比较好的 防守性比较强的股份 比如说三百六 三二三的马亚山钢铁 还有九十一的中一栋 还有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建策银行 这些都是派送利息相对比较高的 而且五六七八厘的利息 就算是股价稍微有一点反弱 那最低限度有个利息去收嘛 再看看一种新经济股份 暂时来说 走势真的是已经明显的准差了 所以暂时也不要抱着太大的心态 去做一些草脉 反正留下现金在手就比较好 让我能够进入 降低刀 那便在下车的手上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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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